诸位 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这段时间 放假日 比较多 俗话讲得好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尤其教师工作 责任比较重 你看一个班上几十个学生 我们除了教授他们课程之外 他们的安全 包含 孩子出现一些情况 我们不只不能生气 也还要很有难性 抓住这个机会点去引导 这个要耗损的经历是蛮大的 幸好陈德也 在小学教了几年 才能体会到第一线汤老师的辛劳 不然也可能 站着说话不腰疼 俗话说的 是非经过 不知难 我自己 在这里要忏悔一件事 以前就感觉 自己母亲在小学教书 很轻松 还有寒暑假 这是我一个旁观者的认知 后来自己去教了 这个不好玩 放假的时候真的是 喘息喘息的 好 当然虽然 教师工作很辛劳 但是也很有意义 其实 人生几十年 很快就过去了 老话上说 总不能白白来世界一招 总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好像曾经听人家说过 一个人这一生的价值 呈现在哪 你走了之后 这个价值会呈现出来 还有多少人记得你 这很可能就是你这一生的价值 好像看过一个老师 他 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一千多个人送他 大部分是他的学生 而且 学生们回想起老师 都是讲老师很 很严格 也没有说很松 但是真为我们好 其实 小孩的心 还是很透亮的 他们还没有社会的污染 谁真正对他好 他可以感受得到 那九二八 孔子赞成 九月二十九又是 中秋节 这个放假 放假可以放松 但是这都是 机会点 也要掌握这个机会 掌握 首先是自我教育 进一步掌握这个机会点 引导 引导 教导 教导 学生 我们 在课程当中 常常跟大家提起 这个教育 我们把它大分成三块 深教 严教 静教 而严教 在深教之后 之所先后 折静道一 这个是大学的话 就好像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欲至善 明明德 在前 明明德是恢复自己的明德 本善 这是属于自我教育 清明 是利益他人 教化他人 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去清明 我们自爱 才懂得怎么去爱人 这一点 孔子在教 言回的时候 凸显出来了 言回问人 孔子说 克己 为人 克己 这个是 克住自己的妄念 邪念 这个是自爱 那我们 在这些 节庆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教育点 首先我们自己 对这些节庆 是有真正的一种感悟 是真正体会 它的意义 那这个机会点 我们才能够 侃侃而谈 威威到来 比方说 这个圣诞 这个 孔子诞辰 在台湾 列为 教师节 那我们自己 首先 要很敬佩 孔子 我们真的是 有好好跟孔子 学习 那我们在这个 节庆当中 在给同学们 介绍 自圣先师 哇 那我们是 真感情 学生感受到 我们对 圣人的尊重 包含我们一提到 教师节 我们很自然的 想起老上 想起我们 自己的老师 这个 学生是很喜欢 听老师的故事的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记得 我当时候 教书的时候 那小朋友说 老师啊 你怎么故事这么多 有时候说 老师啊 你怎么朋友这么多 所以 这个 我们呢 都是自己的 真实的感受 给同学们 威威道来 他们都非常 喜欢听 那 佛门呢 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 这是华言经的话 我们现在教书是世间 很可贵的行业 这个是积德行善 很好的行业 而且我们跟孔老夫子 同行 这是余有容焉 那孔夫子给我们表了一个法 他全心全意 为教育 积善之家 必有余情 他积的这个功德 辟应到后世 2500多年之后的子孙 诸位老师 这个对我们 有没有启示 我们教师节的时候 要想到这一点 孔子给我们什么启示 孔子那时候是礼崩乐坏 我们现在 连礼乐是什么都不知道 比孔子那时候还危急 我们这个时候 能尽心尽力去做 不是看外在表象做多大 中华文化有一点很可爱 莫以成败论英雄 是看你有没有尽力 你看孔子 他周游列果 最后也没有 从政的机会 但是历史当中 也没有否定 因为他尽力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当然后来又 他老人家 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由他串起来了 他三诗书定礼乐 做春秋 还把《易经》的《易礼》 可以做实意 注解出来 包含我们看诸葛孔明 他一代忠臣 但是蜀国也没有复兴汉士 但是他鞠躬净翠了 不能坐在相上 功德是自己的心 所以《了凡事迅》有一个故事也很有味道 叫《两文浅》的故事 两文很少 它全然布施出去了 真心 所以这一位老和尚 对我们从事教学很有启发 老和尚看到了他的真心 亲自出来帮他忏悔 诸位忍者 我们能不能看到孩子的心 张老师要练这个功夫 笔记学记说的 要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师 然后可以长其善 不是只有救师而已 他心偏了 当然要把他纠正 他心特别可贵 给他及时的肯定 可能那个孩子 就被你鼓励的 善根不断增长 老师懂得欣赏我了 孩子只要感觉到 老师特别欣赏信任 他的潜力就慢慢发挥出来了 你看每一个故事 你去体会主人的心境 都是学出 老师本身 对于所接触事物的领悟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悟性 很自然的 可以去启发孩子的悟性 你看一个故事 有好多点 你看这个老和尚的掌握机会点 看到这个两门钱 但是太可贵了 来抓住这个点 鼓励他 假如这个老和尚看起来很重 这个机会点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老师不能看起来很重 不能看身份地位 对孩子产生不平等心 物产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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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平 不能看到家孩子 好像父母关当得蛮大的 态度就不一样了 这个不妥了 父母老师处事的态度 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生命中最崇敬的人 这是他生命中重要的源 这个都可以观察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的身份是父母老师的时候 要能感受到我们对孩子的重要性 你会很珍惜他对自己的信任 不辜负他对自己的信任 大家有没有被信任过的感觉 孩子一两岁两三岁 一讲话一开口就是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你看他那个语气充满自信 他的父母是他的天地 上了小学六七岁了 开口很多是我们老是说 所以刚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信片的时候 我自己在读到 这个尖巧语会乌词 事请弃怯切戒之 首先是深教 当我们很崇敬的老师 突然在诗底下 这老师有时候自己不留心 下课了 下课了就有点放松了 然后你留了一两个学生 你忘了 然后跟其他同事讲话 就不晓得随便了 这个情况我遇过了 当时几个男同事 我刚好走进他们教室 他有学生留下来 他们在聊 我就用眼神赶快 赶快提醒他们 讲话不能处理出去 当然说实在的 以我们教书来讲 台上台下一个样 假如台上台下不一个样 教书也是挺 费精力的 是吧 你看上台得演一个样子 下台变脸 成另一个样子 这个有可能会内风意失调 都一样 到在平常中 台上台下都一样 这个教书才会愉快 所以这个 我们在孩子心目中 地位是很高的 当我们讲出这些粗话的时候 他一下感觉会落差太大 真的会撞击心灵 真的会撞击心灵 而当一个人 产生对父母老师的不信任 对他来讲是他人生很大的痛苦 大家不要看那些 这个十五六岁 哇 跟父母讲话很冲 其实我们看看 他变得那么冲 是慢慢变过来的 他小的时候也是对父母非常的依恋 抱在父母的怀里 就觉得很幸福的 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变成这样 我们不能只怪孩子 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很大 当老师一如是 刚刚提到 了凡事迅这个两文钱的故事 这么老和尚给他回向了 他那种善根就增长了 后来福报献起很快了 入宫富贵了 拿了可能是几千两过来了 这个老和尚叫徒弟去帮他回向就好了 你看这个老和尚很会教育 当然这一位女士也不简单 她虽然入宫富贵了 但是还是有善根 老和尚不给他回向 他还懂得请教 其实我们脾气很大 情绪一上来就不懂得请教了 这个 张良也是脾气忍下来了 最后黄石公 这个以下老人才把江太公兵书传给他 他请教老和尚 老和尚就点出来了 你之前全然真神的心 我不亲自帮你忏悔回向 没有办法回报你这一份心 你现在的心已经没有以前这么真切了 我请徒弟帮你回向就好了 好 这个是机会点 就是说我们尽心尽力了 这个就是真心了 就是圆满 莫以成败 顿英雄 岂能净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有一句《华言经》的话很重要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这个教书是善 但是不能忘思菩提心 不能用情绪去教书 那就搞成摩业了 而菩提心呢 我们观察 劝发菩提心文当中 几乎都跟感恩心相应 那我们教书 我们要长保感恩的心 感恩 孔老夫子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 感恩我遇到的好老师 像我们遇到老和尚 感恩他老人家 那感恩知恩要报恩呢 怎么报 把他老人家的一代识教啊 老儿上把棒子交给我们了 我们以诗字为几次 再把它红传开来 我们真有这个知恩报恩的心啊 我们一跟学生谈诗道 谈到自己跟老和尚的这种诗生缘呢 那我想孩子都会被我们感动啊 甚至包含呢 我们在教师节啊 比如成德来讲 感恩学生呢 因为学生给我很多信任 而且啊 给我很多成长的磨练 跟学生沟通 他不能理解 那自己表达 可能设身处地还不够 包含也是他们兴奋的眼神啊 让自己从这个教师的菜鸟啊 慢慢积累经验啊 让自己常常能保持警觉啊 因为三十五双眼睛看着我 我不装也得装啊 哦 那么装久了 慢慢就比较严谨一点了 都是一点一滴的 信任是自己不断向上的动力 不只是学生 包含大众 对我们教学工作的支持啊 而事实上啊 生活在感恩里啊 是最幸福的 所以这个感恩心啊 我不能失掉 那当然我们在教师节 我们也缅怀老和尚的教导 孔子的教导 其实啊 听老师的话的人呢 最有福报的 福在受见 一听话 烦恼就没了 大家相信吗 我们这几天有没有烦恼 假如有啊 那可能是当下没有提起老和尚的教导 我不提别的 我们就提啊 老和尚常说的 学佛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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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紧张 这一句有好几个答案 看有没有想到的可以 打开麦克风 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老佛 知道老人家说 学佛最重要的是 扩大心量 心猫太虚量中杀戒 学到实战 好 谢谢张老师 好 谢谢您后面还有大学给我们看 好 谢谢 这个牢上也是教导 常常跟人家结法缘 所以我们以前学的时候啊 这个 自己的车啊 后面都贴着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开一趟车出去呢 有好几个人念了 拿摩阿弥陀佛 他停在我后面 一看字就念一遍了 这个 常常掌握一些机会啊 把传统文化 把正法呢 能够供养出去 那刚刚这一位同修说的 老师好说 学佛最重要的 扩大心量 扩宽心量 心包带虚量 做杀戒 我们的烦恼啊 很多来自于啊 不能包容 你只要包容了 你就绝对不会抱怨 对方 假如我们还有抱怨啊 才代表我 这个心还不够扩大 谁要记得老师这一句话 寇宽心量啊 那也要想到孔子的一句话 无道义以贯之 无道义以贯之 就是忠述 忠述 忠述是言以律己啊 宽以待人 我们从事教育啊 要相信 老和尚也说了 三次经 前面八句话 非常重要 第一句 人之初性本善啊 教育要建立的这个大根大本善 跟佛法一样啊 佛法 整个总纲领 佛开悟的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跟人之初性本善一样啊 要相信每个人都有佛性 都有本善 而当我们能做到啊 言以律己 对自己很严格 对别人又很包容啊 人的本善啊 就会在我们这个纯心跟言行当中 他的善根自然出来了 善根不是被要求出来了 善根是被感动出来了 我们曾经有机会啊 所以 听老阿尔讲经 包含亲近他老人家 在很多老人家的举手投足当中啊 我们自己就感动的流泪了 老阿尔没有给我们说什么道理啊 那这也给我们启示 我们修行啊 修正行为 我们要 那这个修行人 我们的敏锐度要越来越高 尤其 关照我们自己的心念 关照我们的一些习惯 而且那个习惯可能是几十年的习惯 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啊 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啊 想用言语去说服他人 去指出他人的不对 我们比较不习惯啊 自己做到呢 让对方感动 察觉他自己的缺点 我们以前都听过一个词叫 亚苗助长 大家有没有经验 去劝一个人 越劝越没效果 这有没有一点 硬拉他 亚苗助长 硬拉他了 可是虽然觉得 劝了之后效果不脏啊 隔两天再来 效果又不脏 过几天再来 我们这个力士练心的总结经验啊 效果不是很好的方式啊 就别再用了 甚至于我们在劝别人当中啊 也要观心为要 我有没有动气了 我在这个劝的过程呢 有没有调剂人情呢 我在这个劝的过程 我有没有在用佛法 还是指示我一个很强的惯性 让我呢 忍不住要这么做 做完之后呢 又有点觉得好像 不是很有效果 强者先迁 我们 假如不是很敏锐来观照自己 在境界当中的心恋状态啊 不容易看到我们 很多习惯 要说服别人是一种习惯 其实坦白讲啊 我们现在 可能说服别人的本钱都还不够 这个不是我讲的啊 大学说的 我说是我说的 你们不一定认懂 大学说的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个话里面真的蕴含人情势力 其实人情势力啊 就是体恤人心啊 人有时候一个习惯啊 那个静上来的时候啊 我一定要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对方的心 对方的接受度 这个心就不够柔软了 心柔软了很能感觉对方的接受度 比方说你在劝一个人 那个人坐着眉头看你了 你要继续劝吗 那不是执着了吧 人家的表情 你 你还讲我啊 是吧 我们看得到人家表情所显现的一个状态 不能攀缘 你要不能攀缘 这句话 我们每一天遇到的都是缘 不能强求因缘 有诸己是我有这个优点 带动它 来 来 养成这个优点 无诸己是没有这个缺点 然后互念它 改掉这个缺点 好 当然 我们还是忠述之道 这个 能理解别人 人家不能接受是我做的还不够 我要体恤人性 但忠是言语利己 别人讲的话 有道理就要听 他有没有做到 这个我不管 他讲的有道理我就要听了 这是言语利己 宽以待人 所以对人对己 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 对自己要严格 所以我们能真正言语利己 宽以待人 基本上 身边的亲戚朋友 善根都会增长 所以我们 总结经验 这个 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 已经不是太有效果了 我们要改变心境 改变策略 然后看自己的 心念 要更深入 真的是旁观者清 比方我们很习惯 别人一误会我们 我们马上就急着要解释了 这个就是修行的好地方 孔子一开口就知道我们 要修这个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事情 比方说对方误会你 讲的时候 讲的时候 你忍住了没有解释 事后 他清楚了 你看那个对他的感动深不深 很深 但是假如对方误会你 你马上解释甚至有点口角了 后来发现误会你 人家也不会来给你道歉 我们不能 常常都被境界给转掉了 我们得演一些好戏 能触动身边亲戚朋友的善根 能触动身边亲戚朋友的善根 因为我们这一生 要发愿了 遇到中秋节 要发愿了 中秋节是 但愿人长久 唯有宁迷陀 清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这个是我的愿望 我不能强迫你们 也发这样的愿望 但是假如你们听释迦摩尼佛的话 你们也会发这个愿 因为释迦摩尼佛在第47品说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死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你这个受此广度生死流 应该包含你的亲戚朋友吧 我们回向文 静此一抱身 同生极乐果 这个是发自内心念出来的 我们得给亲戚朋友做榜样 劝他们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们得把敬业三幅 尤其第一幅要表演出来 他们看得欢喜了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实善业 好 我们刚刚说老和尚教诲 学佛最重要的 刚刚我们张老师说 扩宽心量 扩宽心量 还有没有 您好 您好 您的老法师还讲过说 学佛最重要的是学习方向 好 这个老和尚强调的 看破是明理 放下是功夫 所以那个精进 不是在向上的 精进是放下多少 有同修就说了 他在念佛堂 念佛很发喜 就想着了 哎呀 我现在跟阿弥陀佛去 我都很愿意啊 这个是自我的感觉 我曾经 有一个女同学 她说 我开始学佛 我很想往生极乐世界 现在过了几年了 好像没那么想 我说你开始的很想 也不是真的 这是你自己的感觉 很想就会归心事件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你相信自己的意思 你有可能就怀疑佛菩萨 你还没有正阿弥陀佛 你还没有正阿弥陀佛以前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不然你 我很想去啊 佛怎么还不来接我呢 你生烦恼了 好 食指是放得下 我们假如 回想 这一个礼拜 还有哪些事 这个让我们动心的 动气的 那我们说 很想一心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那为什么世间这些事 还能动我们的心呢 代表我们还是很牵挂 很在乎 所以他才能动我们的心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 而且黄念导说 喜欢是留恋说婆 讨厌也是留恋说婆 我们一谈到某一个人 会有点生气 那是跟对方还 打得有点火热哦 你才会一谈起对方 有情绪哦 那个谈的过程就是轮回心 照轮回夜哦 在高雄曾经 发生一个实际的事情啊 一个女子啊 离异了 四十多岁 可能是心情啊 长期郁闷啊 乳癌了 他遇到佛法了 非常精静啊 哇真是 念得很恳切 后来啊 同修都被他感动了 来给他祝念了 眼看就要在佛号当中啊 往生极乐世界了 往生极乐世界了 结果啊 她的妹妹 起了个执着 哎呀我姐姐都快走了 通知一下前姐夫吧 结果通知啊 来了 结果呢 这一位女士念着佛啊 刚好看到她前夫啊 走进医院 她一看到啊 成恨性上来了 然后说你去死 讲完断气了 哦 当然这一个故事啊 提醒我们好几个点 这个妹妹啊 哎呀 这这么关键的时候啊 怎么去看这个事呢 但是毕竟也是个缘啊 主要的还是 当事人没有放下这个怨恨 所以世间不能喜欢人事物啊 也不能讨厌啊 这个都是情啊 在起作用啊 当然老儿上常常说 学佛最重要要放下 好 还有一点我记忆很深刻的 学佛啊 最重要的 先学吃亏 我们会起情绪啊 就是有计较 所以要学吃亏 所以要学吃亏 一计较来呢 就会批评了 要忍住啊 这一批评的火烧功德领 学佛啊 学佛啊 要学厚道 厚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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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到是见仁善即时起啊 哎 这一句很有味道啊 这一句我们能够奉行啊 不间断奉行啊 哇 人真的可以得日敬过日少 因为你每天都有学习的榜样 汉朝有一个宰相叫刘宽 有一天 他在路上啊 遇到一个百姓啊 百姓啊 很凶啊 因为他坐着马车 很牛车 他说 这头牛是我的 你怎么偷我的牛 骂了他一大顿 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牛啊 被人家牵走了 后来呢 这个百姓啊 发现了 他认错了 他自己降了牛回来了 他牵着 刘宽的牛赶快回来 哎呀 真的觉得无地自容啊 很惭愧地跟他道歉 他说 这两头牛啊 长得太像了 误认很正常 谢谢你把我牵回来 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我们上一辈的人 上两辈的人啊 他们的后道比我们明显 非常多 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呢 一听到批评啊 他们难受 一听到批评别人难受 然后就要给人家台阶下 我们现在 一直批评 还不肯 不肯松手 你看这个后道啊 这个我们比上一代人差多了 这一点呢 我有从我母亲身上啊 看到好几次 比方说 听到 这个同事啊 在批评她丈夫 我现在有时候回想这些事 都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些场合 我应该都没有在客厅里啊 怎么我都记得呢 显然在房间里面 隔墙有耳 况且小朋友耳朵很灵 不要以为我们大人讲话 他们可能听不到啊 这个不能侥幸 这个大人要凭身所为 这是无有不可遇人者 他正大光明 不可以 小孩子有没有听到 我 就 听到啊 这个同事的批评她丈夫啊 批评没几句啊 我母亲就把话接过来 哎 你先生哪里哪里也挺好啊 那这个同事就说 嗯 对了 然后他就止住了 好 就没有继续批评下去了 假如说 一个批评了 你会说我先生也是偶尔 哇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 不知道批评到什么时候了 好 我们有一位老师有问到了 假如是误会了 那该不该解释呢 那要判断了 越解释啊 越对事情没帮助啊 越对事情没帮助啊 那就别解释了 当然了 这个是活的 不是死的 我们现在有一点 非是即非 都是要切得很明显 哦 比方说你要稍微 你要开始去解释 你看对方的表情 那个表情假如 越听越 不是很 很相信了 你就不要继续下去了 因为 可以日久见人心 况且你在解释的时候啊 也不要忘了厚道 你在解释把事情厘清清楚 但也不要再去批评骂谁 你看这种应对当中 都是看我们心境的涵养 在应对了 好 那 这个 我们看了 我们这几节课呢 都是在谈景 谨慎 谨慎 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 都能落实啊 老法师说的 念念为他人着想 老法上讲了凡事训啊 两万事训有行善的十个纲 十个纲目 特别提到啊 有一个种词法门 叫爱尽存心 就是我们长存一个爱人 公敬人的心境 公敬人的心境 这个是理啊 有理有事啊 这个常常爱尽存心表现在哪 我们看 这些经句都是 将入门 问疏存 其实我们这些动作啊 没有做 从心上看啊 就是没有 常常去观照到别人 或者可能有人在 现在 观照不到 都是自己 自我 你就不会顾及到这些部分 假如都有设想到别人的话 那要入门的时候 先问一下有没有人在 要上厅堂的时候 先放大音量 让厅堂的人知道 大家有没有遇过 你跑得很快 然后突然进了客厅 人家在那里聊话 你突然 冲上来了 每个人看着你那个脸 很突兀啊 哦 甚至一刚好讲你的坏话 更尴尬了 是吧 我们不是常常说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是吧 当我们曾经经经历过那种尴尬 突兀啊 我们就不应该再发生第二次 是吧 我们学严回不饿过 因为那个尴尬呢 觉得对人家不好意思了 我们把他人看得比较重啊 我们就会 警觉到自己曾经放下的错误 提醒自己不要再犯 可是我们 可是我们假如不够尊重 看重别人呢 可能我们 常常 只是在那里 对不起对不起 可能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 好 好 好 这个人问谁 对以明 无与我不分明 当别人 当别人问到自己的 时候啊 牵称自己的名字 其实也都是 其实也都是透过啊 这些应对的礼仪啊 也是在调我们的心 我们这个牵称 我们这个牵称 习惯啊 它无形当中就在 让我们 越来越 谦虚 好 比方说假如我们 讲话都是 我认为怎样怎样 我认为怎样怎样 那个在表达当中 会增长这种 自我中心 我们不能小看这些小细节 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称自己的名呢 那对方才不会弄错 处处给人家方便 处处让人家很快的了解情况啊 不要还在那猜 是吧 你们有没有遇过啊 请问哪一位啊 你猜呢 我还在那 己所不遇啊 勿施于人啊 那会说我就是我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个都变成自我中心了 假如能够感受到对方 当下的心情嘛 那就会赶快告诉他 我是谁啦 是吧 那假如看对方紧张了 猜不出来了 你更高兴了 那这个就做弄人习惯了 大家注意哦 做弄人 中这个鹰啊 下别人做弄人 在佛经里面说 下辈子会做迷路啊 迷路大家知道吗 稍微有一点声响啊 他就 跑得很快跑走了 因为你常常吓人嘛 吓人 接下来的果报 就是你常常惊吓 讲到这里要忏悔了 小时候躲在墙壁后面 看同学要过来了 我现在这么一讲 我这个心脏这个部分 都有点不舒服 你看这种行为是有能量 这样讲 己所服役 勿施于人 这个都会对我们人际关系有不好的影响 是吧 人家接一次我们这样的电话 说不定就给我们拉黑了 好 不能故意使人猜不出来 这个变成戏弄他人 令人家感到相当为难 我们让人家感到为难 就是不厚道了 让人家难堪 就是不厚道了 这个示警器 这个世俗的一些讲话的习惯 我们假如警觉性不够高 我们在 像我自己读书 初中高中 那时候同学 言语的影响很大的 包含出社会 只要我们没警觉到 不知不觉就受影响了 像现在人的幽默 都是开别人玩笑 这不叫幽默了 开别人玩笑是不尊重别人 你有时候那个幽默讲出来 大家笑一笑笑一笑 笑完之后可能对方 心里就落一个痕迹了 这不叫幽默啊 幽默是拿自己开玩笑 这个才是幽默 好 好 你看这个 这些生活的细节 都没有离开 爱人尊重人 你看每一句 我们看下一句 用人物虚明求 就对人的尊重 我们有尊重别人了 这个做出来就很自然 你太自我了 就可能就忽略的 跟人家讲一下 那躺不问即为偷了 主人不在 或者是还没有答应 借用 哪怕只用了一下子 人家一回来 你没有偷 我同意怎么给我拿走 甚至于事后人家觉得你偷了 那就失去他人的信任尊重了 这人的第二生命啊 就是信用 信用不是要来的 我觉得我们 人有时候啊 特别难受 别人不够羞认自己 哇 可以生气一整天 一整天可以念多少句佛号啊 所以这个 把这些挂哀要放下 君子的心境啊 我们修行 当然往君子贤慎 佛菩萨的方向迈进 君子此不修 修此自己修得不够好 不此贱污 不会修此别人 侮辱他 毁谤他 不会 此 此不信 不此不见信 修此的是 我没有做到让人家自然信任我 而不会修此别人不信任我 这些心境会省掉很多烦恼 我们就是太在乎 我很希望他信任我 尤其是自己最近的人 就很希望对方要信任我 假如不信任就很难过 什么事情要随到取神呢 不是硬要来的 此不能不此不见用 此自己没有很好的得行能力 假如自己有得行能力了 别人不用 也不难过 是先修此自己有没有得行能力 那可能我们的烦恼来自于 别人没有重用我们 我们就难过了 这个心境跟君子的存心就不够相应了 而且这些心境一不对 会引来很多自己的烦恼 你假如调整好心态了 这些烦恼都没了 你看《论语》里面 孔子跟颜辉说 用之则行 舍之则常 唯无余额有是福 遇到好的国家领导人用我们 我们就好好把所学的去利益人名 没有人用我们了 我们也不难过 我们也安平乐道 不会发牢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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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信任 信用是人第二生命 人无信不利 但信任都是在 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行为 一点一点 建立起 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 借人物即时缓 后有即借不难 我们假如有尊重 甚至感恩别人 把东西借给我们 我们不可能拖延的 你看这些行为不能做到 根本问题 还是我们自我太重了 而不是把别人摆在前面 所以假如有发生 人家借我们东西 我们忘了还 那很不好意思 不能再犯这样的问题了 那 这个 当然了 现在 人生活 忙碌 大家认同吗 你看这 比方说五十年前 人一生所接触到的人的层面 为数都不会太多 可是你看现在 资讯发达了 诸位忍者 你们的手机上面有几个朋友 哇 你接触的面 比五十年前多不少 事情相对都多了 所以很容易会忘记了 那我们不愿意 这个对不起人 那得想办法了 得有本质啊 记录下来 你借这个东西呢 哪一天要还呢 写上去 而且前几天就写一下 提醒一下自己 提醒一下自己 就不容易忘了 甚至于手机设定一下 重复提醒 不然有时候一忙又给忘记 运用工具啊 能够让我们这些错误啊 不要再犯 这个真才是落实的 礼敬诸佛 这个普贤行第一愿 普贤行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的心形啊 跟普贤行越来越相应 我们没有及时还呢 那这个可能对方就避之唯恐不及了 你在向人家求援呢 人家可能不是很情愿的借给我们 好像老和尚啊 给人家借东西啊 不止准时还呢 好像以前用过房子啊 好像用了一段时间 还的时候整理的干干净净 那对方很感动啊 好像这个比借之前还有心呢 这就让人家很佩服了 这个也是表达对人家借他东西的感谢啊 好 我们看呢 以上都是景的内容 从朝起早 夜明尺 那整个景的内容啊 特别教我们从每天的坐席起居 食意住行啊 处事皆物的基本规范坐起 这一段呢 对从小教给孩子的非常关键 那他养成习惯 不然我们看现在大学啊 光是个作息啊 那大部分的孩子都熬夜 四年有没有学到东西 先不提了 身体都搞垮掉了 其实这些地址规的经据啊 你看孩子的一生着想啊 真的是太重要 赶紧帮他们炸下去了 你看对食物 不要减则 这个都影响他的健康啊 医贵节不贵华 虽然是谈到衣服 也是培养一个孩子 不要爱慕虚荣 他爱慕虚荣啊 他这一生一定很累的 一定很苦的 还有这些处事应对 的分寸 事物忙 忙多挫 物为难 物侵略 这些 那都是呢 先料理好自身 怎么照顾好自己呢 这个都是啊 这个都是啊 生活教育的中心了 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那更是啊 现在民主教育中啊 急需提倡重视的 不然呢 不然呢 只偏重个人自由活泼的教育啊 那就很容易妨碍他人的自由了 自我中心嘛 那老乱团体秩序 这些人的情况就会出现了 好 好 好 这个是井的部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信 好 好 经文提到 凡出言 性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好 好 我们开口说话了 首先要讲究信用 信用啊 信用啊 要建立呢 是一点一滴建立上来的 可是要毁掉啊 有可能一次啊 就可以把它毁了 好 所以这个诈与忘呢 欺诈不死的言语啊 这个在社会当中啊 是行不通的 好 话说多不如少 唯其事物宁巧 好 话说的多啊 不如说的少 好 唯其事 就是我们讲话呢 时时在在 好 误令巧 不要讲一些 不合实际的 花言巧语 兼巧语会乌词 是景气 且戒之 兼邪巧遍的言语 肮脏不雅的词句 好 那是景气就是比较粗俗啊 无赖之徒粗俗的口气啊 都要切实 都要切实戒除掉 好 好 那这个是 都谈到言语的涵养了 那一开始 性为先 假如做一个比喻啊 好 比方说 具备了 许多才能学问 但是没有了性呢 好 那在社会当中呢 就行不通了 好 好 孔子在论语里面就要强调 这一点 人而无性呢 不知其可也了 好 就是在社会当中啊 行不通了 是不可行的了 好 那 给孩子批育呢 就好像一部啊 性能 很优越的汽车 具备了很多尖端的功能 但是不能给他加油 那就没用了 只能展现呢 在桌窗里啊 无法在道路当中行走 这个当然是举例啊 一个人有性啊 正如车子有油了 因为现在家家机 基本上都有车啊 这个比喻啊 容易感受到了 那 像这一句啊 我就 常常没做到 答应了事情了 忘记了 这个身教啊 就不足了 所以这个答应了 都得记下来了 这个习惯了 得要养成了 不然想不失信于人啊 真的也不容易啊 现在2024年快到了 诸位忍者有没有感觉 2023年还刚刚 有点亲切感 有点熟悉了 他好像又要过去了 现在 现在成德年龄过的中秋啊 看到一年过去啊 心脏会有点加速啊 常常会想 我还有多少 一年啊 所以四日已过 不是 四年已过啊 这个警觉性又高了 所以时间不能浪费掉了 那新的一年呢 我们买一个行事利啊 那个本子 每一个月 看得很清楚 然后每一天 做哪些事列下来 答应了什么事 赶快记下来 这样 比较容易 这个 作造 性为先啊 借人物及时还啊 都 透过工具啊 不会犯 这样的问题了 而且这本子还有好处啊 因为每一天 有一夜啊 每一天也要 这个 真指说 无日三省无身啊 就像写日记一样 反省反省啊 我们那个观照 自我观照的 态度啊 养成习惯呢 看自己就会越看越深入 了凡世迅说的 从心缘引微处啊 默默洗涤啊 透过这个 schedule 这个行事利啊 我们能养成这样的习惯 包含好学啊 每一天看看祖师的语录啊 看看很重要的这些 经典啊 看的重点都把它记下来 记在本子上 常常翻 常常翻 在境界当中啊 这些教诲就容易 提起来 好 好 像 这个欧欲大师说 专求己过 不责 不责 不责人非 这些语录都啊 对修行很有帮助啊 好 我们刚好看的祖师的语录 把它写下来 重复熏 在境界当中真的 这个正念啊 就容易提起来 所以可能一个本子会 让我们养成很多良好的习惯 因为很多道理啊 我们听了都认可 但是没有在四项当中这样锻炼啊 我们还是很难变成习惯的 好 应该不能是我们 我啊 我是很难变成习惯的 好 好 所以不能把修行啊 看得太容易了 真的都要在这些四项当中 千锤百炼啊 好 比方 我们观察 了凡先生 他发愿行三千善事啊 花了多久呢 花了十年 他三千善才做完 那 了凡先生 他这个做法 有没有给我们启示 假如我们没有下他这个功夫 我们真的可以慢慢善比恶多吗 了凡先生 算是很明白义理的我 他是考功名的人啊 那个四十五经都很俗的 他都得下这个功夫啊 假如我们感觉好像 自己修学啊没有很明显的提升呢 那有可能还是自己 basically 没有下这些时时时 Got 实实在在的功夫下去了 用力去的 我们修得好像有点心理没底了 都得从三根啦 下功夫了 留下包含这个言语 我们也要能关照到自己的心 关心为要 易经有提到 吉人之慈寡 吉祥的人 话少 造人之慈多 为什么话很多呢 他心不够安定 人心急了 造了 他就很想讲讲话 有时候会忍不住 但是话一多了 心又是比较造了 很容易讲错话 但是那话出去又说不回来 这个力士练心这四个字 对我们修学很关键 力士 一天能遇到多少事 很多 每个境界都是事 那我们有没有从每件事当中 得到启示教训 哎呀 我刚刚太急了 太皱了 下一次不能这样了 那个话以下忍不住出去了 我们能这样关照啊 那我们才能经一次 长一次了 尤其 无量寿经里面说的 善护口业 不积以他顾 我们有时候话多了 可能 这个批评的话 一出去了 忍不住了 说不回来了 心要清净了 能守住言语的口业 心就会清净不少了 我们也要去感受感受 观自在啊 观自你的自信在不在啊 话语多了 我们的心都是处于浮动的状态了 一天讲话 讲不少 所以 每一天要很有警觉性 在言语当中 一天就有很大的提升了 可以发现自己 不少不妥的地方了 哇 那就是 今天就开悟很多了 发现自己过失 叫开悟了 改正自己过失 叫真修行了 而且开口啊 我们有一个警觉性 不兴事与要再正论 言语也都是 经教指导我们 经教指导我们 言语 不能 自己想说什么话 就说什么话 都没有三思 就出去了 等于我们身口意 都要依照经教 这叫持戒了 言净三叶为持戒了 不能顺着本来的习惯了 我们现在照着这个三根的教诲 三根就是戒了 因戒得定 跟着三根 我们的心就会 越来越清静了 越来越 跳出自我中心了 能够 恭敬人 爱护人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